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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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还买了他两本书 一本给老爸看 一本我自己看 中和修以前我们在这边也办过 一起办过座谈会 还有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处长还有夫人都一起在 还有孙医师在 刚刚听了两位的 只听了半后半场的演讲 很抱歉新鲜的演讲 我没赶上 很可惜 今天这个活动是大家一起来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两岸的发展 与中华民族的未来的前景 这个刚刚我只听到后半段很可惜 这个历史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经验 可惜啊 这个由于政治的对立 我们的中国近代史一向是不太清楚 这个各说各话 然后对人物的评鉴 都是有很多的盲点 那我觉得在两岸开始开放 互相往来的时候 那么资料越来越公开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不能就忘了 应该更仔细更深入的去探讨 其里面很多的要恢复历史的原状 那这个工程是很大 不太容易 那个偏见一旦形成要改过来也很难 也很难 但是呢我觉得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大家多一点点思考 多一点点深入的了解 我想会对大家对自己的历史 越来越有帮助 然后我最后要补充一点点 那个我来到乔务委员会 三年多的经验就是 越来越发现中华文化是非常伟大 那个两岸的活共的这些事情 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中 是一个小小的波浪而已 这个中华文化的内涵 还有这个力量 我是认为绝对是可以克服 两岸目前的状况 所以我想大家寄托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 两岸的事情一定可以解决 一定可以解决 那中华文化内涵是什么 只有学问又更大了 这个第一个我想 儒家文化还是精髓 那当然并不只是只有儒家文化 那么现代文明的所有的相关的因素 两岸都应该努力去学习 那刚刚我们的中华兄讲说 台湾这个几十年来 人的品质的提升 其实也就是全世界辅士价值的尊重 除了我们传统文化 在我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 他们都跟我讲 他说台湾中华民国 是我们东南亚所有华人的真正心灵的故乡 其实这里面就是讲说 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到了东南亚去看那些华人社会 你就可以体会到那个文化的影响力是有多么强大 所以我在看了这些其他地区的华人的发展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深圳的感受 只要中华文化存在 没有人破坏掉 那么这个民族的问题 什么统一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都可以迎刃而解 那么这个 所以呢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边 和大家见面 也祝福大家 我看到大家都好像平安 很健康 最重要 这个 我离开芝加哥说的时候快九年了 马上十年 这个十年树木 树木长大 看到大家都非常的健康平安 就非常高兴 在这里也祝福大家 明天晚上秀 大家一起来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政府委员长 那我们下来请我们的 乔历大家长 申处长 公团区区区画 芝加哥台湾同乡联议会的会长 张宝先生 今天的那个两位主讲人 信浩年教授 以及那个 廖仲和先生 我们那个 乔委会委员长 夫人孙芳月医师 以及那个 带谈来那个 我们 芝加哥演出的 任逢副委员长 还有那个 台联的各位理事 各位朋友 以及各位乔名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呢 今天是非常荣幸来参加 那个 台联主办的这场 国师论坛 讨论那个 目前两岸的 两岸的一个 形式的 发展 以及中华民族的一个 前途 那么 我很荣幸的今天 能够听到了 辛浩年教授的演讲 但我只听到了 后半段 辛教授 就以他丰富的那个 学养 以那个民族主义 为观点 纵观 纵观那个 我们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历史 就提出了 那个 这个 民族主义怎么样 让我们建立了 一个五千年这样的 一个文明 那么那个 我们的廖中和先生呢 则是以那个 也就是以 比较那个 深入浅出的一个 方法 来 叙述了 我们那个 中华民族政府 在台湾五十年的 发展的一个 点点滴滴 那我个人 这个 仅在这个 最后呢 发到一个 简单的感想 那我的 那我的想法 就是说 我的那一点 意见呢 就是说 我认为 两岸如果 如果那个 继续来 来 深化来实施 三民主义的话 那才是那个 两岸之福 那么 三民主义 这个 我们很多了 我们在座很多 我们在台湾都念 都念过 尤其是中学 大家都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枯燥 枯燥 那个 念得非常的痛苦 可是我想 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 大家年纪比较大 也会慢慢看中国 这个中国历史 你把它放到中国历史的定位上 尤其在那个 清末民粗的时候 你看看那个 所有的 所有的政治家 哪一个 会比国父更美大 那 他那个 他真的爱 他爱中国 那是发自心底的 为中国而生 为中国而死 他那个 他那个个人 他可以 他可以不要一切的名利 他为了那个革命 他自己 差点命都送掉 那么 他当 民国建立 他做了 他做了总统 他为了要统一 他总统的位置都可以放弃 让给 让袁世凯 他用了毕生之力的来 来研究 怎么样来建设中国 让 让中国成为一个 一个文明进步的一个国家 他写了一系列的书 三民主义 五权宪宣法 民权 初步 十业计划 小卫 有 中国 在他同一时代 有哪一个人 这么用心 用他毕生的 trade 计划 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 那么 我们现在 我们在台湾的 中华民国政府 过去50年 那个实施 三民主义 已经 几乎把 它理想 大部分都已经实现 我們造成了台灣一個經濟的奇蹟 全世界都來都很羨慕、都很欽佩 我們也建立了華人社會第一個充分的民主制度 大陸現在實施改革開放 也採取了國父民生的主義 他們也願意放棄了很僵硬的共產思想 願意引進外國資金的技術 來促進大陸經濟發展 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的成果 但是大陸現在還是不肯放棄一黨專政 不肯實施民主制度 所以大陸社會上也有相當多的問題 譬如說貪汙很普遍 社會動亂的事件也很多 我們兩岸都應該進一步再深化來實施三民主義 還有台灣的話 法治的觀念應該要更進步 怎麼樣讓貧富差距來縮小 這是應該我們要努力的 大陸也應該更進一步來實施民主主義 把人民的創造力都釋放出來 也創造一個更平等公平的局面 這是大家兩岸都有在努力的 所以馬英九總統就希望兩岸現在 暫時不要統一 但是台灣也不要獨立 更不要有戰爭 然後在這種局面下 和平交流共存共榮 希望為兩岸人民能夠創造 歷史上未有幸福康樂的一個生活 然後我們才有機會再製造另外一個像秦漢唐這樣的中華盛世 謝謝大家 謝謝